HELLO 大家好 我是Muka 相信你一定常聽到人家在說 週五不要焦花 焦花的話容易燙傷植物 要記得衝脫泡蓋送 好像哪裡怪怪的 其實在這站當中的時候 最不適合幫植物澆水 因為炎熱的氣溫 造成水分快速蒸發 而且埔蘭溫度也會因此升高 不利於水分吸收 焦了多慢也是白費 又會造成植物根部高溫高濕的環境 對植物的生長有不良的影響 另外材料在植物花葉上的水珠 會造成如突透鏡般聚光的效果 使植物局部灼傷 所以最好避免在週五的時段焦花 每天新鮮和幫忙 才是最理想的焦水時間 再對的時間焦水 才能讓水分充分被利用 但如果是冬天的話 就需要選擇白天較溫暖的時段焦水 因為在週五過後 到下午六點之前焦水 最為恰當 以免溫差大 傷害到可愛的花花草草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點擊下方按連結 教我們的粉絲團 可以跟我們有更多的互動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喜歡的話 會不會啦 說 wenig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吹到 我們下次見 デy